大家好,琪姐就和朋友一起把車拍好了 我拍好車之後,我就和兩個朋友走山開始 利用這條走山的路上,我又再和大家去講一講 分析一下這兩天的何遲遲的動向 其實這兩天我都有做一兩條片關於溫光華本地的一些事情 都比較忙一點,這條片我就繼續去講回何遲遲 很多人在期待,如果將何遲遲在陽光鄉下做小三的醜聞播出來 可不可以讓何遲遲知道,刺激到他們兩個,看看有什麼大龍鳳 其實這件事,我從一開始,我都覺得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只不過我當時都沒有時間去講 看到了,這裏有個警示牌,說明有紅的,這裏出沒,無所謂 我們繼續帶著大家向著這個山上走過去 我就不再作任何的介紹,大家就看看這邊的環境 因為為什麼呢? 對於一個好像圈養起上來的一個animal 不是說放在野外的一個動物 是一個圈養起上來的動物 它是需要人類去餵養它的 對於何老千呢? 對於何老千呢? 現在就是等於一個圈養起上來的一個動物 它對於它的主人做了一些什麼事 它不會有任何的可以干涉得到 或者可以去追究啊 或者是有些什麼情緒上的一些怒怒啊 它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何老千繼續去維護啊何痴痴呢 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它也知道,它沒有了這個米飯班主 它可能是餓死街頭的了 因為它的為人,它的言論,它的惡毒 就算它在街頭行黑,那些人認到它 我想連一個panny都不會丟進去的兜裡 它已經做到一個這樣的地步了 它還有什麼資格去將自己或者做丈夫這個身份的 對於老婆做小三啊 去破壞人家家庭啊 或者是懷孕啊 這些對於它來說不是重點啊 它現在重點就是有兩顆米落肚啊 很多人就說它賣了什麼匯豐股票啊 或者怎樣啦 我對於這一件事呢 那個相信程度是五十五十啦 那真是實質上我們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啦 但是 但是作為如果何老千沒有這一筆的實質收益 只是那些人傳的話呢 她絕對不會有做丈夫的那種的身份 去指責她的老婆的不忠的 所以她現在做出所有的行為 好像真是一個動物都不如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個正常的反應來的 只不過這件事說出來呢 其實也都可以給我們看到何痴痴 那種的尷尬啊 那種的在何老千面前啊 你知道又怎樣呢 你知道 你可以和我離婚的而已 其實她這一種對付何老千呢 不是說以退為進啊 而是她是吃著何老千的 何老千可以說什麼啊 她很多東西都硬咬了 跟這個女人一起之後 不但只揮爛了臉 也都斬斷了她五個子女的親情 連自己一齊生活了幾十年都已經不在的前何太 她都可以為了迎合現在這個何痴痴 去詛咒去漫麻去抹黑她的原配太太 這些東西我們其實都已經是看在眼內的了 所以我們不可以將她當成一個正常人 或者是人那種感覺去看她 不必的 她今時今日 她那種不在乎 而且繼續去維護何痴痴的所有行為呢 也都是預料之中會是這樣的 不會有些什麼是令到我們覺得 何老千有這樣的power去質問何痴痴這種情景 我們永遠都不會看得到的 因為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只是為了吃飯 為了有張床睡覺的時候呢 她還有什麼尊嚴呢 她還有什麼面試呢 她不會說這些東西的了 是不是呀 所以她現在她的一切反應呢 都是 卡姐是預料之內的 我們現在不是去怎樣去關心她 何痴痴有多少個情史 而是我們每一天去說這件事 是希望盡快香港房屋處去決定 何痴痴那間公共房屋的去雨流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一直去繼續花很多時間去做視頻 去追擊這個重點來的 其實這兩天 卡姐都收到有很多網友的很熱心的支持鼓勵在這裏 我亦都借此在這個時間對於這一大班的網友 我是非常之感謝感激的 我亦都會繼續保持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態度去追擊下去 什麼時候才會把這件事刁呢 就是現在看房屋處 看她怎樣去解決我們現在民眾提出來的 她這一間公屋是否值得讓她繼續去霸佔保留呢 這件事我是會花很多個篇幅 這件事是不需要再去追擊再去不斷不斷去講的 我們作為一個小小的平台 其實卡姐也不是說太多的訂閱 但是對於我來說 不平則明 如果個個只是去講回自己的食喝玩樂 不管周遭的社會事情 這樣我覺得就沒有意思做下去了 我亦都在昨天收到一個 亦都在那裏繼續攻擊我的人 不過我已經將她拉黑了 因為她之前只是說我 說我要跡口福 我其實呢 我都有回覆她 我說我們現在說的話呢 她是實事求是的 我沒有加多也都沒有減少的 而且她有很多行為來說呢 是偏離了正常的價值觀的 這個不是關於可不可得的問題 昨天這一位人士呢 亦都在那裏重提回這個 這個跡口得的問題 甚至呢 就說你為什麼追她這麼久呀 這個兩夫妻呀 關你什麼事呀 你遠在加拿大呀 撿人口水尾呀 好像潑虎罵街呀 我不覺得我現在在這裏評論 是潑虎罵街 我是很正常的去說這件事 所以我為什麼我昨天就是 拉黑了她了 麻煩她收起她的言論 我也都不需要她在這裏留言 你要去維護何痴痴的 那你就去她的台上 看她支持她 她已經是Enough的了 就不要來騷擾我這個淨土了 麻煩了 是吧 用到潑虎罵街這個字呢 已經是人生攻擊來的了 而且我就算不是生活在香港 那我說可不可以呢 現在其實很多的Youtuber 關注這件事走在最前的 都不是生活在香港的 Waterser不是啦 日耕頻道不是啦 所以為什麼我不能說呢 我一直都有說 因為我還在納香港的稅 所以我是不是以一個納稅人的身份 可以去談論一些佔社會福利空子的人的問題呢 這個也都關乎著我們納稅者的權益來的 所以我不會理會這些東西 他如果是以事論事的 他擺出來的 我也會很有patient地跟他解釋 我其實跟他解釋過一次 如果你是用一種人生攻擊的說話 麻煩 我就馬上去拉黑他了 這個就是我的態度 我相信他就算拉黑了他 他可能會繼續看我這個視頻 他自己說他說他住在溫哥華的 那又關你什麼事呢 是不是 所以我也不會太大篇幅去說這個人 現在說回了 一直這個何痴痴呢 他要將他所有每一天的 恩怨情仇呀 情緒呀 他是有一個發洩口 現在他找到了 就是在這個YouTube裡面去找到 他是不斷去罵人 不斷去說一些歪理 好像都是很自由 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也都有什麼方法 去來回擊他 因為越多民眾知道真相之後 他們會明白是一件什麼事情 所以我會是不為餘力的 繼續去說 他現在何痴痴 不斷地在他的視頻那裡說 他要開財商學院呀 開做什麼呀 這樣 其實他都沒有內容的 一個差不多還有幾年 就五十歲的人 他現在的經濟狀況 是怎樣的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你有什麼資格去講人家 教人家怎樣 什麼財商之道呀 很多人十幾二十歲就已經 賣車賣屋的了 要不需要聽你的那些什麼財商學院呀 至於他口中經常提那個周老師 我相信呢 如果這個周老師不是說和他有所聯絡 或者是有計劃將來合作的話呢 他不會經常這樣提著的 有很多人就說 不是呀 那個周老師好像和他畫清界線呀 如果畫清界線的話呢 何痴痴還會不會口口聲聲說 將來和他合作呢 一起去開那個財商學院呢 我覺得當中是很來人尋味的 會不會這一位所謂的周老師 他在國內也都不是說太有這種 所謂的財商學院的market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何痴痴是他 這一種財商學院的忠實粉絲 也都被他是洗了腦的人 以何痴痴那個香港人的身份 可不可以日後 將財商學院來香港那裡開呢 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利益關係存在呢 但是呢 有時我們無法去理解這些這樣的鄉下人 或者是真的沒有什麼見識 沒有什麼學識的人呢 他們想的東西呢 我們如果是順著他們這樣想呢 可能連我們都搞糊塗了 我們都覺得是 真是被他帶著走 他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都明白他 他在那裡胡言亂語 倒吊都沒有半滴墨水的人 在那裡來 除了轉播一些不知名的人的一些錄音 那就是在那裡來塞他那個時間 那一個小時裡面 可能已經講了三十分鐘是 那些轉播錄音的說話 那也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很多做轉播他視頻的YouTuber 都是skip了那部分的了 也都沒有需要要聽 那有很多重點就是 都是講回他當日要講的一些 所謂的重點 所以我們拿著這些東西 就可以每一樣去評擊他 其實對於這個人來講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耍心機的事情呢 其實都不是太過去想講他的了 我們現在主要的重點就是 也都放回在他那間公屋上面 真是很希望政府部門去審視去處理 至於他好像做了很多為例的事情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的處理方式 你說他簡直是拿著那個電腦 在做直播進去女洗手間 做直播開了鏡頭 這件事也都好像不了了之那樣 就是令到我有時都覺得 法律法例是否認同虛設呢 都挺沮喪的 有時我們認為法律是很公正的 法律是要有所約束為例的人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是不是那一回事的 無論在香港也好 在北美洲溫哥華也好 我們都看到有很多不平的事情 或者很多人在做很為例的事情 或者是走著一些很灰色地帶的 重複去轉空子的人 但是好像政府是究竟未做事啊 還是還在調查之中啊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作為我們民眾來說呢 我們很希望這些人犯了法 是誠之於法的 但是真的有時都挺失望的 是誠意願為的 我們看不到 有一些人犯了法例 好像逍遙過市 還要來 將這件事 去野餘 看不過眼的民眾 你們不是檢舉我的嗎 你們不是妒忌我的嗎 你們不是說要去舉報我的嗎 我不是沒事 我一樣事都沒有 有時都挺覺得心灰意冷的 但是想一想 也都是不可能放任他們這樣下去 所以我們也都是會是重複 又重複去不斷去張著他 看著他 看看他幾時交回這一間 他佔有了公共房屋 也都不在那間屋裡住 現在目前那間屋呢 只是供給何痴痴去洗衣服 去放東西的 那真是這件事就 令到很多民眾都意難平啊 說到這裏呢 我就和大家解釋一下 這裏呢 有些野餐桌 有幾張野餐桌 平時阿卡姐都會過來這邊呢 野餐的 為什麼現在風起上來呢 因為現在真是 很多紅的 出沒的季節 很多時候 大溫公園局呢 就是為了避免那些人在那裏吃東西 那就有些香味啊 食物的味道啊 就會把那些紅人呢 引光下來 山這個位置了 那他們可能又知道 你們一邊吃東西呢 就過來 過來和你爭吃的時候 可能呢 就會引起恐慌啊 或者會引起一些 不想見到的東西啦 所以現在所有的 這個公園的野餐桌呢 都全部是封起來 不給錯 不給用的了 就證明在這個季節裏呢 是不得不要防備這些紅 紅呢 就會是 在這個季節 特別是黑紅 就比較多的 在這個area那裏 他們會下來 未吃呢 也都會是 吃飽了 他就是冬眠的了 所以現在呢 他是真的機不擇吃的 垃圾桶有炒 甚至你可能坐下來在那裏 吃的coissant 都好 他聞到香味呢 他就會衝過來的了 所以呢 現在就 避免有一些 危險的事情發生 就所有的椅子呢 和桌子都封起來 就叫那些市民呢 就不要在這裏吃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袋呢 都會放一些能量巴 就是有一些好像五谷類的 有少許糖分的 有少許痕的 有少許痕的 這些這樣的能量條 就放在那個 背囊裡 In case肚餓 就有得吃的 就盡量就不去 拿那些三文治 或者有些很香味的 牛角包之類的 這些呢 就真的會比較危險些的 我們三個人在商量 我們要走一些什麼路線 我就會繼續往山裡走的了 這條片呢 就先分享到這裏 下一期呢 就繼續和大家分享 好